您好 谢谢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乌克兰战争打得很惨啊 还是沿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法 炮火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 不分军事和民用目标一概狂轰滥炸 不分男女老少都是目标 在互联网年代战争的残酷 顿时传播全世界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 绝大多数人都在想同一个问题 难道国际社会就这么熟视无睹 就这么围观而不出手吗 说句丧气的话还真是这样 观而不战恰恰是一个稳妥的外交政策 什么意思呢 外交上的思维方式往往是评估最坏的结果 然后倒推回来判断我该采取什么行动 如果这个最坏的结果不会威胁到我的存在 我不出手 除非这个最坏的结果对我自己的生存构成威胁 那我就得出手 在西方国家看来乌克兰落到俄罗斯手里 这个结果不好 但还不至于威胁到西方世界的生存 所以就不出手 一旦出手可能扩大战火 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甚至引发核武战争 后果更加严重 在外交领域这就叫reo politic 务实外交 说难听呢就是不讲良心的外交了 但它就是现在主流的外交思维模式 在大国博弈的时候很少有建议用备的现象 回过头来看冷战 就是务实外交的产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对峙 虽然时不时的在代理国有摩擦 比如古巴导弹危机 但美苏之间并没有爆发战争 之所以双方都很克制 一来是你我各自有各自的地盘 咱们互不侵犯 井水不犯河水 二来就是一旦开战 后果太严重 彼此都有顾虑 也正是冷战这样的结构 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没有爆发核战争 当然了 好几亿人死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 非正常死亡成为共产主义的受害者 普京就成长在冷战之中 拜登也是一样 但是 今天毕竟是互联网的年代 社媒发达的年代 战争的残酷和血腥 在第一时间传播全世界 务实外交的民意基础就不牢靠了 在冷战时期就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一张照片能改变世界 越南战争期间 一张越共间谍被当街处死的照片 在美国掀起反战大场 在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 一张狼狗扑向黑人少年的照片 为整个民权运动定格 如果你回头看 并自己推敲这些照片 当时场景的细节的话 你可能发现 事实跟照片展现的意境不一样 甚至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可是有亲身经历的哟 我刚刚到美国留学了之后 正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开打 我和我的女朋友当时到校园 看到令我相当诧异的事情 在学校大礼堂旁边的一个大房间 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伊拉克独裁者 萨达姆的照片 好几个人在那里跪拜磕头 想必是来自伊拉克的留学生 应该是为萨达姆祈祷祝福战争的胜利 我刚刚从中国出来看到这样的场景 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那美国真的保护言论自由啊 这些伊拉克的留学生 明目张胆的在光天化日之下 为伊拉克祈祷 那可是为敌人祈祷啊 在现场竟然没人大回事 也没有警察维护秩序 没有任何冲突 与此同时呢 在礼堂外的草地上 是许多美国学生们 拿着蜡烛祈祷和平 我刚到美国就经历了这样的景象 印象深刻 这时候有美国学生过来 给我女朋友和我也发了蜡烛 我俩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没成想 第二天当地报纸头版一张大照片 就是我女朋友的正面照 手里拿着一根蜡烛 背景是我看着左面的远方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 报纸的大标题是什么 应该就是忧虑战争啊 祈祷和平之类的 为什么会把我俩的形象登上报纸呢 我估计因为是我们看起来表情有些忧郁 又是亚洲人比较能够烘托文章 想要表达的意思吧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在看热闹 但这张照片就定格了 同样的 今天的互联网年代 照片视频层出不穷 战争的残酷被带到千家万户 在互联网年代再要走务实外交 可想而知有多么的难 难道我们应该允许大国吃小国吗 允许独裁国家吞兵民主国家吗 民意能在州 民意也能复州 要知道民意往往是感性的 冲动的 民意膨胀到一定程度复州是不难想象 其实挑战务实外交的除了民意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你的对手是不是理智 战争开打之前 拜登就表明了态度 不会派美军到乌克兰 而且还召回了在乌克兰训练特种部队的 美国顾问 批评人士抱怨说 拜登这等于是鼓励普京动手 因为已经明确说了 美军不会介入吗 这是典型的务实外交的手段 事先告诉对手自己的底线 如果侵略北约成员国 比如波兰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匈牙利 那么所有的北约成员都会联合起来揍力 但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 所以我们不干涉 现在问题就来了 普京是不是理智呢 越来越多的俄国问题专家 质疑普京的精神状态 出了问题 包括苏联问题专家 美国前国务卿莱斯女士 都是这么想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这么想的 西方自由世界 不是没有跟不理智的对手打过交道 恐怖分子就是不理智的吗 对付恐怖分子就得穷追猛打 直到完全消灭为止 但是恐怖分子没有国家 没有地盘 甚至没有银行账户 更没有核武器 这些普京都有 过去几天来 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把评估普京的精神状态当作第一要物 乌克兰战局的不顺利对普京的精神状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虽然美国对普京了解了几十年 但他每天日常生活中怎么做决定的还是一无所知 美国情报官员透露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普京健康出现的问题 他们解释说 新冠疫情可能让普京变得孤独 跟外界失去了正常的联系 无法正确解读外部的世界 生活在周围的顾问给他营造的泡泡力 因为在西方情报官的眼里 普京向来是谋定而私动 向来是理性出牌 但现在的普京不按常理出牌 另一种解释或者说是一种担心 那就是普京有可能故意的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吓唬西方世界达到他想要的目的 普京的确是一个相当难以琢磨的人物 咱们继续观察 谢谢您收看东方综合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综合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